千万不要把球拿下来 一定要把球举在头上 是 而且面对夹击的时候 一定提前处理 今天把孙明辉和方硕 两个外线的突破 双线仰护 好球 漂亮 本来就是有很多这种客场的因素 所以你在不放开打 在不敢打的情况下 你这场球就非常难打了 他们就是跟内线手低手仰护 然后绕出头篮 痛出半个身位 他就出手了 看看这次中国外线 机会有点犹豫 三个球 好球 好球 这是安瑟宝 中国队忽悠上了 今天孙明辉开场 在进攻上真的是非常有效力 这个韩国队的第一个联防 守完了之后 没守得很好的效果 马上又换身盯人了 可以看到这个联防 要传起球来 今天孙明辉第一天 这么多年中国队都压着韩国队 所以不要有什么心理包袱 韩国队就是在和中国队 不是一个打四的球队 所以你在场上的时候 你就要放开打 这些都是假的 他的关键还是要往外打 中队反击 看看有没有 三打三 打到外线 丁燕玉航 好球机会 投机 漂亮 漂亮 这个反击中队打得非常犀利 关键孙明辉在行进间能找到队友的这个位置 有了一个盖帽 再打反击 三打二 上篮漂亮 然后现在外线进攻呢 命中率也不高 中队坚决打反击 强盖 到段规 有孙明辉 就是你在比赛当中 你这个特点 让对方得难受 再打篮下 诚持 漂亮 篮下有个换人的情况 好球 再上一下 漂亮 哇 孙明辉 这球他想扣 但是对方呢 也是在篮下呢 就干扰他的身体重心 哇 这下也是钻了一下 孙明辉还好啊 空中挂了一下 对手一个换人 我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 没错 有球的顶得很大 我是孙明辉 漂亮 漂亮 哇 孙明辉今天这突破呀 韩国队这联防 真的是被他 突得支离破碎啊 贺场 抢回一场胜利 确实可起可后